Long and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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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東西關了瘦 反而有味道 每個香港人 他一定有自己好 獨有的味道 記憶也好 你一看到 那樣東西 自然會令你想起 你小時候的一些事 或者一些情景 他叫BotBot 是鐵皮高學室的老闆 我叫Dennis 是打雜 我是Mac 是設計師 因為餐廳或者去旅行 看到的多數都是西式 美式的風格設計的貼牌 我們都可以用香港的元素 做一個有亞洲特色 或者是本土特色的產品 最初做很多都是 一些身邊建的罐頭 這個就是黑白淡奶 經常都看得多 然後再拿自己身邊 經常出現的一隻小狗 所以就做黑白淡奶的加油肥犬 不用每次拿著產品 對呀 好好的 你還拿著產品 你又要 好銷售 我本來要銷售 其實有一個叫做 做人最重要有專業的設計 其實都應該是很需要出一個這樣的牌 這件事可以用70年代的製水廣告 那些很簡單純粹就是很鮮明的設計 就是打開水龍頭 叫做沙水喉 大家就已經看到就會回心未照 很多時候最開心的不是賣出 而是經過的人去看這件產品 會說這個好笑 每一次當我跟他在電腦面前做設計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周遲吵架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我逼他做的 其實一會兒吵完之後出去 去完廁所回來 就繼續做吧 當想不到有什麼設計力的時候 不如我們做一些以前香港消失的地方 九龍城寨 可能是機場 這些都是我們80年代成長的過程 都會知道的一些地方 特別是這一兩年 其實你不能去旅行的時候 反而反而調回香港的東西多一點 所以我就做這個地圖的時候 感受都挺大的 有時候看一些香港的地方 都覺得香港這個地方是挺有特色的 你就是在一個很繁忙的 又高密度的地方 你上一上就已經是一個山的地方 可以看整個城市 現在每個人都雖然在想移民這件事 但我一越做就很喜歡香港 在做地圖的過程裡面 是帶給我們兩個 都是很享受他做這件事的 就是他在設計 接著我核實的資料 去回我們的初心 做一些輕鬆一點的事 那件事是有功用性之餘 但又可以帶給人眾歡樂